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是一个人最强的靠山 也是一个人最硬的底牌 人品好的人最值得我们深交 人品差的人最不值得来往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做人做事 不学家与村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年少读红楼 总觉疑惑 林黛玉的老师贾语村 才高八斗 运气也好 先有珍世隐资助赶考 后有贾政扶持 让他一路从知府 礼部侍郎 兵部尚书 官至大司马 明明官运亨通 却先被贬拙 后被流放 后来经历人世变换 才明白 贾语村纵然才华横溢 人品却低到极点 对恩人 他忘恩负义 对他人 他天性阴狠 为了利己 无所不用其极 人品不好 再有才华 也是穷途陌路 不懂感恩的人 不堪信任 古人云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贾语村不报恩 还忘恩负义 当年他潦倒落魄 寄宿在破庙 以卖字画为生 珍世隐惜财 大手笔资助了他五十两白银 又两套冬衣 让他阔绰赶考 他也确实有才华 中了近视 又生了知府 成了人上人 那边珍世隐却命运不济 女儿英莲被人贩子拐走 家业被大伙吞噬 跟着妻子回娘家 又被岳丈奚落 索性出家做了道士 按理说 飞黄腾达的贾语村 应积极报恩才是 然而他早已把恩人忘在脑后 多年后 他偶遇真是尹家中的丫鬟 那是他曾经喜欢的姑娘 带着娜妾的目的 他才上门见恩人之妻 贾一承诺 我必将英莲探访回来 但他并未上心 后来他办案 两男争一女 那姑娘便是英莲 人贩子将他养大后卖给冯秀才 又二度卖给薛宝钗的哥哥 薛攀 为了争夺英莲 薛攀将冯秀才打死 抢了英莲就走 案子一目了然 贾语村也知晓 英莲是恩人之女 却因为薛攀背后的家族 他毫不犹豫地将报恩与正义 抛着脑后 贾语村便寻情枉法 胡乱判断了此案 急忙作书信而封 与贾政并亡家 告知令生之事已完 不必过滤 落入虎口的恩人之女 他并未过问一句 恩人之情早已忘得已干二净 诚然施恩者并未想过回报 但感恩的意义 犹如复旦大学陈广老师所说 铭记善意并传播善意的种子 如此知恩图报的人 犹如黑暗中的光能温暖又照亮众人 某视频拍摄过一位80岁低保奶奶的故事 她曾受过镇上大老板的帮助 那时候生意好 看见谁有困难就送钱给谁 这次疫情老板破产 奶奶听说后一直很着急 借口送了一千元上门 她知道低保的人帮不了生意人 一千元也没什么作用 却还是这么做了 评论里有句话让人泪崩 奶奶的一千元一定能让破产老板东山再起 钱虽少情义重 背后的温暖更充满力量 斯坦福的一位教授花了20年的时间 观察为什么有些人运气好 得出的其中一个结论是 改善与他人的关系 懂得心怀感恩 不懂感恩的人心里装着自己 总为自己谋划 却不知越望恩负义没有品行 人生之路也越来越窄 知恩图报的人 诚信感恩人品稳重 爱来爱返 福往福来 义得仗义相助 人生之路自然更宽阔 天性阴狠的人 难聚人心 只厌斋评价贾雨村 为奸雄 人品之差可以相见 贾雨村第一次被贬拙 书中写道 虽财干悠长 未免有些贪酷之弊 且又世财武上 那些官员皆侧目而逝 上司参他生情狡猾 转窜礼仪 且孤清正之名 而暗截虎狼之属 致使地方多事 民命不堪 贾雨村丢了官 书中有句话却精妙 本官复原 无不喜悦 可见众人避他如蛇蝎 后来贾雨村通过林黛玉 攀上贾府 重新复官 阴狠个性 愈发明显 为了讨好贾家 他不惜伤人性命 假设看中石呆子家的 几把古扇 偏偏石呆子爱善如命 不愿卖 贾雨村竟然讹石呆子 拖欠官银 抄了家产 弄得人家破人亡 连温柔可儿的平儿都骂他 半路途中 哪里来得饿不死的杂野种 如此心肠狠毒的人 再有才华有官运 穷途末路之时 也显而易见 当年三国鼎立 一代枭雄 曹操格局大 能力强 却依旧被辱若刘备 分走一杯羹 说到底在于曹操做事毒辣 难拒人心 曹操逃亡时 曾在世交吕伯奢家寄宿 吕伯奢特意出去买酒招待 安排家人磨刀杀猪 好好款待曹操 曹操却疑心对方磨刀 是为了杀他 阴狠到一口气杀了吕家全门 杀人后方知误会 马上走人 又欲买酒而归的吕伯奢 曹操坚决将其杀害 并留下千古名言 宁叫我付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付我 如此阴狠 如何能聚人心 曾国藩曾说 无人只有尽德 修业 两事靠得住 总有人觉得成大事者 必须狠得下心 其实不然 天性阴狠的人 为利益不择手段 也终究离心离德 落得孤家寡人 心存良善的人 越是宽容人厚 承担的责任越重 更得人心所向 自私自利的人 得不偿失 纵观贾雨村的一生 他永远为了一己私利 从不顾忌旁人 为搭上新靠山北京王 他不顾师生勤奋 数次向其推荐学生 林黛玉 以至于北京王 有了迎娶之心 间接断了 宝玉和黛玉的良缘 贾府失事 靠贾府 得以观生大司马的贾雨村 竟一反谄媚之心 瞬间反水 投靠中顺王府 落井下石 抄家抄得比谁都狠 美其名曰 怕被人说包庇 他自以为万事利己 就能官运亨通 赛攀人生新高度 殊不知 损人也损己 贾府一岛 新靠山即将 贾雨村 罢官流放 常有人说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但事实上 越损人利己 越得不偿失 曾有这么位姑娘 在某宝买了18件衣服 和朋友穿着 去西藏旅拍 然后卡着时间 在第八天退货 理由是不喜欢 系统退货后 委屈的卖家找他协商 他却大言不惭 衣服没出问题 也没摘掉牌 不影响二次销售 为啥不能退 商家气不过 把这事报到网上 引来无数网友炮轰 甚至人肉出地址电话 攻击他 连正常生活都受影响 他哭着道歉 求放过 网络暴力当然不可取 但该女孩 确实有些自作自受 在他看来 不花钱解决 旅拍衣服的方法 很聪明 却从未想过 商家的损失 以及二次销售 给别人带来的困扰 他一门心思立即 完全不介意损人 只是 命运向来公正 损人多了 自然损疾 后汉书有言 天下皆知 取之未取 而莫知 与之未取 意思是 人们都已 获取别人的东西 才是收获 却不知道 给予别人 也是一种收获 我们没有必要 损己立人 也绝不可以 损人立己 很显然 更好的方式是 立人立己 反而双赢 自私自利的人 总觉得 受笔师有福 损人才能立己 却最容易适得其反 害人害己 立人立己的人 不委屈自己 也不伤害别人 反而 最能皆大欢喜 有人品 就有前途 贾玉村是有才华的 也有报复 当年他写下 天上一轮才捧出 人间万幸 仰头看 一度他观运亨通 实现了这个愿望 可惜 他败在了人品 终究穷途末路 孤于有言 厚德在物 说到底 人品就是前途 如何理解人品 作家子余说 想让人生向上走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比如日行一善 当然 不是要你吞天吐日 拯救世界 物以善想而不为 就够了 物以善想而不为 对己心存善念 对己体恤他人 知恩图报 传达暖意 这就是好人品 自然也被命运后代 这一路山高路远 深深浅浅 终究 人品才是最强大 最牢靠的靠山 支撑着我们 坦坦荡荡的一生 心安理得一世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